三倍券又要来了吗 这次三级警戒之下 这两个多月 各行各业受重创 行政院打算要比照去年 再度发放振兴券而非现金 希望能够实际的带动消费 要先抢救餐饮旅宿等等 四大最惨的产业 不过最快要等到解封之后 才会发放 相关细节这个礼拜就会讨论 表皮煎到酥脆的培根 快手用煎铲分切夹到吐司里 位于南洋街上的早餐店 受三级警戒影响 办公室分流上班 补习班暂停上课 就但期间业绩掉了不少 这样好啊 因为我们餐饮业也需要 因为疫情的期间 我们也影响很大 对啊 那你发消费券 也对我们也不小补 因为有的 有的没有领到纾困的 至少这些可以补偿一点 近期疫情逐渐稳定 行政院也规划 再度发放振兴券 并且优先抢救 受创最深的餐饮业 不能内用 让业绩掉了一大半 加上就业人口比例多 影响层面较广泛 因此有可能比照 去年三费券模式 不发现金 以等值票券来使用 你券的话 券跟其实跟现金的意思 其实差不多啊 对啊 大家还是都可以使用啊 比较会去用消费券 如果你给现金 他可能就 看哪有的人会想说 那就那个现金先不用 然后就先用那个消费券 像是去年发放的三费券 民众参与度高达99% 有机会再度发放 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希望能针对餐饮 零售 旅宿 以及展演四上产业给予帮助 但在三级警戒下 不鼓励外出消费 时间到了 自然就会推出来 现在定在一定会比较好啊 可是帮助 就可能不如小补这样子 去年振兴券的话 就有帮到 差不多将近两成的业绩这样 对此行政院 已请国发会 与各部会盘点 并规划相关方案 预计本周择日开会讨论 该如何发放 以及面额 是否比照去年办理 都还得斟酌疫情进展 日前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 曾说26号 全国解封有望 政经券何时发放 就等着临门一脚 东三财经新闻 钟云锐 谢伟宜 台北报道